噗的一声 黄沙大喊一声 不 四川肺腑的声音与黄沙凄厉的嘶吼同时响了起来 黄静的花容凝固在一点 惊恐的看着陆尘 眼底里布满了绝望 大战才刚开始不久 黄静没想到 自己首先香消玉隐 而最关键的是 他心里惦念着想要看自己的大哥最后一眼 陆尘也不给他机会 凝笑一声 陆尘神石一颤 龙魂血剑狂风似的卷起 瞬间将黄静神魂猿鹰连同肉身一同绞杀 碰 四目的血花纷纷飞扬了起来 这是一个合体后期高手最后一丝生命力的绽放 随后 这个事件再与他没有半点关系 陆尘 狠我给你拼了 剑道亲妹惨死 黄沙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血红色的血光在体表浮现出来 他竟然直接选择了燃烧生命精华 惊血 一柄惨白的刀光飞腾而出 并由右手 瞬间 对面陆尘的背后便是上万刀芒的怒斩 速度提升 力量提升 实力随之暴涨 陆尘头也不回 侧步一划 瞬移三百米外 让出老大一段距离 那万刀之盲 顿时将未毁的黄镜肉身 斩成了数万段不止 生气吧 愤怒吧 陆尘猙獰的笑着 脸上满是不屑与快意 你伤我道理 今天终于尝到是什么滋味了吧 听着陆尘那快意的笑声 在场修饰无不动容 那猙獰的表情 马上就要扭曲到一起 比恶魔还要恐怖万分 别着急 老子马上就送你到地府 跟你妹妹相聚 冷笑声中 陆尘眸子一凝 右手号空锤 豁然出现了三罗万象之状 无数符印在锤身上 闪亮而起 那众锤再次变大 黄沙双目血红 感受着那磅礴的压力席卷而来 依旧奋不顾身的杀来 而这次 陆尘不再留守 百焰千锤 给我死 高鹤一声 陆尘将重锤高高举过头顶 耀眼的金色在此一刻呈现而出 堪比大山重量的好空锤 轰隆隆的带起阵阵雷鸣 那一锤击出 引动了天地雷霆 一丝丝蜿蜓的电射在重锤的带动之下 迎向了黄沙 一锤出 法宝毁 本命法宝 翩翩崩碎 银白色的金属亮片四下激射而出 黄沙一口浓郁的血泉 便是喷在了陆尘的脸上 然而 陆尘盛怒到了极点 全然不顾那滚烫的血液 在体肤上的执着 连连报骂 锤是更是不断 伤我道理 你不能好死 给我死 死死死 轰轰轰的声音连绵不绝 一锤接着一锤 一锤连着一锤 地上逆天井 大眼先诀 不灭雷霆诀 同时运起 汹涌到奔啸的法力 从双臂上直管吹身 火雷双微 齐头并进 陆尘仿若雷火双神浮体 带着炙烈的火浪 雷霆不断的轰击在黄沙 那渺小的肉身上 砰 头颅尽碎 砰 肉身在毁 轰 神魂陨面 轰的一声 猿鹰消散 济上三十余锤过后 连续四锤落下 黄沙连半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直接被打成了粉碎 奇壮之惨 连同血肉骨髓都混杂在一起 飘散在风声中 顿时 全场促然 后面围来的修士不可谓不多 然而 那惊天的垂影明洞之际 没有人敢离陆臣太监 所有人 眼睁睁的看着两大合体后期的高手 如此轻易的被陆臣接连虐杀 惨死 端得是震惊无比 这种暴虐的手段 历时征服了所有人心中巨异 蒙上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黄桐站在城墙上 他并不是陆臣的第一选择 然而 他现在希望刚才死的是自己 死了 一了百了 总比一眼看着心 想着自己过会儿的下场墙上太多了 城外散修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凄惨 不少人在震惊之余 弯腰狂偶 妈的 太可怕了 这个陆臣简直不是人啊 杀心居然强到如此地步 活该啊 没听他一直在喊着 黄沙黄敬害了他的道理吗 要是我 肯定也这样 你有这种实力吗 先前那人不服道 何去后期啊 本命法宝啊 点威力都没发挥出来 直接就死了 那 那倒是 妈的 这个陆臣太厉害了 依我看啊 徐偏红和风度老怪也未必是对手 我看不然 现在九帮的人都被陆臣吓倒了 没人敢上前 不然 陆臣累也累死了 外面的议论纷纷 时时地传了过来 黄桐躲在徐偏红二人的身后 吓得双腿发软 不住地打着颤 牙齿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徐偏红 风度老怪 对视一眼 心里涌起深深的忌惮 风度 你怎么看 徐偏红忍不住开口说道 风度老怪收起平日里的不屑 沉声道 很强 虽然他的境界修为不及我们 但你看到没有 他身上的杀气 却是数千修士 加在一起也比之不上的 这种情况下 陆臣会越战越勇 徐偏红点了点头 他的看法一样 说道 此人留下 后患无穷 尤其他有空间法宝 要是落跑 日后便是你我的噩梦 既然参与进来 死人必须要死 风度侧过头 压抑道 要出手了 徐偏红摇头 叹道 哎 不怕你笑话 不怕你笑话 即便是我 如今也没有把握能胜过他 不过 不过 我们人多 后也后死他 风度音测测的笑道 就是这个意思 徐偏红自信一笑 的确 若是能让南斗城所有修士同时不畏死亡的出手 对陆臣 却是一个无法抵挡的打击 道理很简单 双手难敌四手 这种情况下 车轮战也必须让陆臣死在这里 见其余几个帮派的帮主 修士不敢靠前 徐偏红大步一踏喝倒 各位 时宜至此 此人留不得 便是死也必须将他除掉 否则 我等日后 永无宁日 风度也站了出来 看着众人 徐天红唱的是一出 他唱的则是另一出 风度杀一剑冷道 九邦弟子天亮 速速除掉此人 有一人退后者 死 风度老怪大喝一声 一捧绿烟从口中喷出 顿时将这南斗城南侧 完全遮挡了起来 凡是退后的修士 马上身中剧毒而亡 风度 风度老怪人如其名 修为之身 可放毒百里 实力低弱者 欲之则死 那些九邦弟子 见状 个个冷气倒抽 马上明白 这是一个不死不休的僵局 看了看陆尘 再看了看风度 所有人立马选择了出手 一个渡劫期 一个合体期 再笨的也会选 大家不怕 一起出手 他再厉害 也不是我们数千人的对手 其中一名帮主 喊了出来 数千修士 在惧怕到极点后 生出反抗的心理 怒吓声连连吼出 啥呀 黄蜂昼卷 数千修士 终于同时 扑向了陆尘 徐偏红 风度老怪 见目的达成 立即冷笑了起来 哼 陆尘 饶是你实力再强 也挡不住 数千修士的围煞 死处难抖 便是你的葬身之地 黄鹏健壮 马上也来了精神 不再害怕 从两人身后跳出 像小丑一样 哈哈大笑 指着陆尘道 陆尘 你不是想杀老子吗 来呀 老子等着你 我呸 这次你不死 老子给你舔脚趾 听着黄蜂的叫喊 陆尘半点也不怒 冷眼观看着黄蜂 在远处跳脚 他更是高兴 好啊 既然你要求了 我就满足你 说吧 陆尘目光神光一定 霸道的法力尽数涌出 一道道诡异的印诀 在胸前结成 雄魂的法力 半点不留的催动了起来 轻刻间 所有人倒抽了一口良气 他在干什么 燃尽自己所有的法力 难道打算拼命吗 徐偏红 风毒老怪 黄金黄铜也是一愣 没搞懂陆尘要干什么 按道理 他应该先写拼一番 寻机杀过来才是啊 这么快就要拼命 要知道 那可是数千修士 法力很快就会耗尽的 到时候 就连三岁孩童 都能要了他的命 到底搞什么古怪 众人不解 但陆尘很快 用自己的行动 给了众人一个满意 又充满了震惊的答案 印诀翻飞的同时 陆尘把宁松陆丹 取出一枚 甩入口中 其气势很快 提升到了顶点 就在那弥天的火光 缭绕的最盛的地步时 你生生让空间为之颤抖 扭曲的冷裤沙声 轻轻吐出 你 圆 行 杀 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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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声 五字连珠而出 陆尘的速度陡然暴涨 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轻刻间 仿佛一道黑光似的穿出 一声声接连不断的惨叫 回荡而起 就是上古仙术 烟雨朦胧的南斗城上空 被一片奇景笼罩 上古仙术 成绩的是天之大道 施展的同时会引起天动 万般奇景都在治理当中 有的或是乌云翻滚雷霆铺天 有的则是大河团团逆流而上 还有千株万树 禁树枯荣 总之上古仙术 颇为不凡 逆元兴杀术 陆尘在通天阁往生碑中感悟出的其中一项仙术 传文中 通天部运道树种如虚如幻 感悟天道领悟仙术极难 饶是实力庞大如通天阁这种在内仙域的庞然大物 在往事生碑中领悟出碑文仙术的也不超过三人 可见上古仙术有多难领悟了 说起来陆尘也极为幸运 要不是他认得奇景老人这等怪胎 提早将焚黄灭尸印交给他 他根本无法从另一门上古仙术中领悟出其中道则 礼规 正是有了焚黄灭尸印的存在 陆尘才从其中感悟到那一丝微妙的天道治理 当然 这件事陆尘是不知道 甚至他一直以为焚天灭尸印 乃是黑煞星火四品之间带来的传承仙术 上天有道 天地轮回 逆元星沙术正是观天象 星辰周转领悟出的万般法门其中之一 各是发觉运气的同时 陆尘的首饰眼花缭乱的改变着 那一世是印诀复杂多变 每一世的变化都引动着天地一笑 稀里里的小雨 铺天盖地地洒下 所有人便是望见 在那朦胧的深处 一点点银亮色的光芒 自天空洒下 如干露 似灰星 闪闪烁烁 点点晶晶 竟若漫天星辰 从天上掉落凡间 顿时在旭日游在 高爽长空 补下了横沙星光 明媚的日光下 朦胧的雨烟中 一座沙盘寺的星沙 如此展现 让人顿时忘却了 眼下难懂那场 惊世骇俗的杀戮 要不是星浓血气 时不时还刺激着 在场所有人的嗅觉 恐怕此刻众人 都会被眼前的一幕 吸引的 不愿意将眼神挪开 那一刻的变化 顿住了 有如时间在凝滞 空间在固化 九邦修士的脸上的 争獰仍在 杀气却是荡然无存 仿佛受到星河 沙落的影响 进入了空明无虚的世界 然 好景不长 都在干什么 快动手 满天的星光 骤然收缩的瞬间 一声雷霆霹雳般的喊声 在南斗城上空乍响 惊怒中的徐偏红 疯独老怪 再也无法保持 平日里的冷静 就在星辰眼生的 刹那喝出声来 修为真挚 杜杰出奇 本身的境界 不止比陆尘高上多少 寻常修士 无法摆脱星辰变化的迷惑 但二人却不在其脸 见到天成一响 两人的内心 同时一紧 似乎心房都在那一刻 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挤压 狠狠地抽了出来 上古仙术 又是上古仙术 就在昨日里 两人亲眼见证了 上古仙术的可怕 陆尘指控天火 浮散无边 数百里矿山 尽数化为灰烬 那恐怖的威力 仍旧历历在目 然而两人万万没有想到 皇家所得罪之人 身上不仅仅 怀有一种上古仙术 老怪 不能等了 一起出手 徐天红下令的瞬间 冷酷的毛子 扫过了黄金黄铜 此刻 便是忌惮皇家的他 也愤然地只想骂娘 上古仙术 一种便极为可怕 这个陆尘 居然身怀两种之多 这样的对手 根本就是 所有人的噩梦 平日里 这种高手 像攀骄都来不及 自己却是惹上了 这样的煞星 这次算是灾了 陆尘若是不死 飞红门绿魔星 日后 恐怕就要在 梦魇中度过了 风毒老怪 也是紧张无比 肥大的长袍 在转瞬间 扬起了漫天的 绿色粉尘 这粉尘 乃是万千毒物 祭炼后所化 被其吸入到 子府当中 滋养猿鹰 无数载岁月的修行 让他满身 都布满了剧毒 这种剧毒 可以隐藏在 微风之中 没有合体后期的修为 朽之必死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